今天要跟著澳天一起關心天氣了 這幾天天氣都非常熱 而午後會下雷震雨 想請問澳天今天整體天氣狀況也是這樣嗎 是的 今天確實也是早上會很熱 下午也可能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不過今天亮起高溫燈號的沒有那麼多 但是要特別提醒的是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可能會溫度上看 37度還有可能會更熱喔 而這樣的炎熱天氣會持續多走呢 事實上其實這一整個禮拜真的是都會非常非常的熱 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這幾天都會持續增強 所以簡單來說未來這一週 如果你在平地的話都是高溫酷熱的 那如果你去山區的話 都還是要慎防午後雷震雨 更多氣象資訊把時間交給澳天 謝謝彥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一大清早我們帶您看到的是 從上山視角看出去的台北101 那你可以發現哇 現在其實已經是個大熱天了 艷陽高照 早上凌晨多的時候 我出門就已經走沒幾步 流了滿頭大汗 那現在呢 我們剛才觀測到的最新數據 大概在早上6點50分的時候 台北市就已經有33點5度了 所以今天其實也真的非常熱 你可以看到雙北地區 台北市 新北市都亮起了橙色燈號 其他非常多縣市 雖然不像昨天那麼多 但是也是不少都亮起黃色或橙色 意思是這些標示出來的地方 今天的溫度可能都會在36度以上 那我們稍早也去看了一下各地的氣溫 我們發現像昨天大家討論最熱的就是台東 因為台東是最熱的地方 那7點39的時候呢 它已經有33.4度了 那其中像是台中 彰化 雲林 高雄跟屏東 現在一大早也已經超過32度了 如果你還沒出門上班上課的話 記得在衣桌上面要有所調整了 那這幾天都這麼這麼的熱 怎麼回事呢 主要是因為前幾天主要吹的是西南風 那接下來會慢慢轉為南風或東南風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塊 像是熱到發紫的地方 它就是中南部地區 因為它處於就是整個背風側 所以中南部靠近內陸的山區 可能會出現局部37度的高溫 這個溫度非常的高 那這兩天都是如此 到了禮拜四一直到下週一 包括這個週末 其實也都是高溫炎熱的 要特別注意是大台北地區的部分 在假日的時候你可以發現這一塊 也是有一些發紫了 在假日的時候 台北市啊 新北市啊 整個大台北地區 可能都會出現局部37度以上的高溫 那溫度這麼高 紫外線當然也要注意了 你看看今天的紫外線 不是危險 就是就是過量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在外出門啊 太陽曬個沒多久 可能15分鐘 20分鐘 你就很容易受傷了 所以防曬工作一定要做好 像是衛福部的統計啊 今年6月光是熱傷害的就診人次 就有了738人次喔 所以呢這幾天水一定要多喝 不要等到口渴才喝 有失控的話就馬上多喝水 補充自己的水分 那就像我們所說的這幾天主要是受到這個 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昨天已經很熱了 但昨天其實算是整個太平洋高壓 本週最弱的一天 今天啊這個太平洋高壓會逐漸的增強 那從禮拜四開始 這個高壓會繼續變強 那就會讓我們天氣有可能越變越熱 只是呢 熱的地區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 但全台灣當然啦 整個都是還是很熱 那我們的下雨也會被影響到 大家除了溫度之外 最關心的就是 會不會下午後雷震雨 那這個午後雷震雨又會下在哪裡呢 主要是看當天的風向如何 那就像我們所說的前幾天的風向是西南風 那今天開始會慢慢轉偏南風跟東南風 那我們先看到的是 今天的凌晨到午後的部分呢 哪些地方可能會下雨 主要在迎風面 像是東南部跟恆春半島 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那像是中南部跟金門 可能也會有零星的降雨 另外 馬祖地區的觀眾朋友要特別留意 可能會出現強震風 那也是因為這整個環境條件 很有利於午後雷震雨的發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午過後 這個藍色的部分 多了好多好多 西部地區跟山區 都可能會出現午後雷震雨 所以中部以北 還有山區的觀眾朋友們 記得要帶把傘 因為你可能要注意的是 短延時強降雨 雷擊或者是強震風 而且某些地方 這個雨可能一路從下午下到晚上 到了晚上還有可能繼續下 所以出門前還是記得帶把傘 以備不時之需 不過這個雨會下到什麼時候呢 下一張圖你就可以看到 今天跟明天主要都還是類似的降雨狀況 不過呢 從星期四開始 太平洋高壓繼續增強之後 這個午後雷震雨的強度跟範圍 都有所趨緩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藍色的部分 很明顯的顏色變淡了 區域也變得有些少了 那哪些地方還是要留意 就是中南部地區還有山區 可能還是會出現雷震雨 所以這個週末如果安排相關行程的話 這個部分也要特別留意 最後幾點氣象小叮嚀 這幾天全台灣都好熱好熱 記得要防曬也記得要多喝水 慎防熱傷害 紫外線的部分 當然也要做好可以帶把陽傘 不過呢 午後還是可能會出現雷震雨 所以呢帶著一把雨傘 以備不時之需 如果你要去山區的話 更是要特別留意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起碼